今天教你们做两款蒸蛋糕奶茶 不用去澳门也能喝到啦 先做奶茶部分 特浓红茶30克 加入烧好的开水1000毫升 焖泡12分钟后 过滤出茶叶 重点来了 趁热 加入20克糖浆搅拌均匀 然后再反复拉茶6次 这样能很好的除去茶汤的苦涩味哦 你学会了吗 不需要加冰块 趁着余温 加入40克炼乳 快速搅拌化开 再加入250毫升淡奶 搅拌均匀 你就得到了一桶茶味超浓的奶茶 接下来教你做蛋糕部分 蛋糕部分浇木糠布丁 木糠部分 我用的是这种玛丽饼干 由于这个饼干的味道差点一丝 所以我搭配了焦糖饼干 玛丽饼干和焦糖饼干 一比一混合压成粉状 你就完成了木糠部分 饼干的焦香搭配香浓奶茶 真的好绝 布丁部分像我一样 准备这两样东西 调花袋雨 挤上满满的奶油备用 不会打奶油的宝籽都来学 奶油的香甜油和奶茶 是茶香和奶香的完美碰撞呀 接下来就是毫无技巧的组装部分 一层木糠一层布丁 组装的过程真的太治愈了 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叠加 而倒三层的量就将将好啦 喝奶茶当然要搭配最经典的小料 最后加入冰块和奶茶 整蛋糕奶茶就完成啦 奶茶的配方做了低甜度版的 所以奶油融化了也不会厚甜 最后再教你们做抹茶口味的 羊烧抹茶粉 加入80毫升温水化开 搅拌至无核状后 加入100毫升淡奶 不需要再额外加糖 这样喝起来就刚刚好 前面的步骤还是一样 满上抹茶饮就完成了 第一层喝起来 就是普通的珍珠奶茶 第二层喝起来太惊喜了 打包带给经常过澳门的朋友喝 说喝原版的超像 你们也快试试吧